这期的继续讲报了一课 地狱之风天还是OVA和漫画一起讲 上期说道 不管漫画还是OVA 都是开场铁野惨死 区别在于 严纯OVA中被抓住后更惨一点 漫画并没有受到伤害 最后一直苦练剑术要给铁野报仇 一个平静的村子 杀死铁野的暴走毒来到这里 将所有的村民都抓了起来 在将要对这里的女教师试报的时候 这里漫画的铁马三郎被抓了起来 而OVA中铁马三郎 正好包住自己的老师 不管漫画和OVA 都是严纯正好赶到 袭击了地狱之风的暴走毒 严纯的弓箭上绑着炸弹 因为找不到严纯从哪里进攻 所以暴走毒决定暂时战略性退 在OVA中严纯还让铁马三郎 将其他村民解救 而漫画中 铁马三郎和村民一样被绑着 随后骑上了摩托去追地狱之风 这段追逐戏呢 还是OVA版本的更爽一些 严纯在途中还遭受到了地狱之风的服兵 一排排的子弹飞过来 袁准只能汽车躲到废弃的房屋中作炎 随后抓住了一个空隙 将副兵全部相灭 前面的暴走毒遇到了暴力杰克 他们认出了杰克 不过他们把杰克和颜纯当作了同伴 原因是 但一个女人的话 不可能敢袭击他们 并且不把杰克放在眼中 不过很快就遭到了打击 杰克只是肉体力量 就几乎将先行的地狱之风全灭 不菲先行的暴走毒 直接往回跑 路上遇到了首领丹丁 则知前方有杰克的狩猎 让大家把杰克交给他来处理 双方摆开阵势 但丁先是立即放缓了 想和杰克争夺一下 谁才是昏冬最强 但丁的小弟居然还在 为谁能赢在赌博 不过从杰克的反应来看 他只是碰巧路过这里 他也听过地狱之风的鸣声 将他们称作披着人体的野兽 我们俗话说就是畜生 不过但丁对野兽这个称呼并不满意 据说他们是野兽的话 难道杰克不是吗 所以这两个野兽 比比看谁更强 杰克说出反正是早晚要庆里的垃圾 就硬下了这场战斗 摩托车上还装有刀刃 一击就砍断了大树 随后几个回合 但丁成功伤到了杰克 不过很快杰克就适应了节奏 将摩托车上的刀砍断 先将但丁陷了下来 但丁一看不好 立刻让手下开枪 杰克最终倒下 看到杰克倒下 地狱之风的小弟直呼怪物 这是严纯的摩托声音传来 地狱之风赶紧撤退 因为严纯在村子角落袭击 地狱之风人太多 范围太大 所以要换一个有利的地点 在漫画中 但丁还和杰克打了地狂如何 在欧威里 直接不想武德 让小弟开枪伺候 直接把杰克拉倒 因为欧威里 天马三郎并没有被绑住 看到了这一面 等严纯赶过来的时候 立刻哭诉 严纯发现杰克还活着 将他带回村子 走会向村子打听地狱之风的情报 要立刻去战斗 当村子询问 为什么要战斗的时候 严纯反问 村子变成这样 你们就不恨吗 结果反倒被村民愿恨 如果你不来的话 没准我们还能平静地生活 这种村民 果然还是不就为好 而在漫画中 是严纯先发现的杰克 随后天马三郎才赶过来 因为老是丽花惠子被抓走 所以天马三郎也要去战斗 严纯阻止了他 让他回去找更多的人来增援 刚刚死了很多地狱之风的暴走族 武器就用那些 随后严纯一个人追了上去 这事而杰克突然醒来 天马也把他带回村子 在OVA中 严纯一个人来到地狱之风的据点 先有一辆燃烧的汽车开路 不过进入据点后 却看不到一个敌人 在走过一段路的时候 四周的卷列门突然打开 大批的敌人包围了过来 同时还用丽花惠子做人质 无奈严纯只能投降 而在漫画版中 地狱之风在荒野中 杀量设置静景 其中一名大汉躺在地下 严纯经过时候突然出来 将母车掀翻 严纯被捕 但天走了过来 只是一个女人就费了这么大力 如果不做点什么 地狱之风会被小看 在村子中 天马三郎把地狱之风的武器 收集起来 对号叉大家一起去支援严纯 但是村子里的成定人 并没有战斗的勇气 包括天马三郎的父亲 气愤的天马三郎 出事只有我们小孩也要去战斗 因为父亲杀了一个耳光 当孩子们至于要出村的时候 杰克说出带自己去 听说自己是暴力杰克 只要能把自己遇到敌人那里 短时间的战斗 并没有问题 杰克的名字还是非常有威慑力的 这时成定人也愿意来帮忙 在OVA里 大家开汽车来赶路 而漫画中 木板车用人力来赶路 在OVA中 敌人的巨点是废弃城市 而漫画中是森林 OVA有单独一段旅行 杰克让天马三郎在外面等待 如果敌人从这里出来 天马三郎就必须战斗 堵门呗 不管哪个版本 严纯都被抓住 先打和虐待 正是杰克突然冲了进来 和开了无双一样 敌人不是对手 在OVA版本中 更是一个人对摩托车队 徒手扔飞机子撞举 随后更是应接了火箭炮 将帝宇之风的少领 担惊杀死 最终一花惠子 被解决出来 杰克将要继续开始自己的旅程 在走前 去为了天马三郎的名字 最后希望天马三郎能快点长大 关东需要天马三郎这样的男子汉 严纯的大仇也终于得报 帝宇之风篇完结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